接下来这首剧好听的歌 至今仍被称为华语古装剧 天花版的狼牙榜 狼牙榜 古装智谋现象级国产剧 豆瓣超过70万人 打下9.4的高分 之后走出国门热销海外 引发一波波收视狂潮 在这部剧中 你所看到不是打打杀杀 而是高手之间的较量 正邪之间的博弈 格局宏大 气势辉弘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 这一片江湖去 看个究竟 江湖传闻 狼牙榜首 江左眉狼 麒麟才子 得知可得天下 一介不一梅长苏 带着喜欢举高高的弟弟 在金陵城 租了个小院子 住了下来 成天抱着自己的小暖炉 考考火 天天柴 一步一步将大梁朝堂 搅得是风起云用 你知道我这双手 以前也是挽过大功 想过练马的 可是现在只能在这阴鬼地狱里 就要弄风云了 看似追逐名利 背后却是对正义的坚守 十三年前 七万赤燕君 云死没领 唯一幸存的少帅 林书本已顿身江湖 却又再次涉足庙堂 因为他深知江湖 不仅仅是习武之人的江湖 更是天下人的江湖 长苏是他对赤燕英魂 长眠美领的悲愤 也是他要让死气沉沉的 大梁苏醒过来的决心 为血洗沉渊 更是为天下苍生 其赤子之心 永生不灭 这次带来的是《狼牙榜》中的一首 大家很熟悉的歌 叫《红颜旧》 人遍你 无人却又遍你 《狼牙榜》 它不能算是传统的 我们说的武侠的那种江湖题材的作品 它更多的是斗志的 但是这首歌出现的时候 是这部剧为数不多的 儿女情长的时候 《狼牙榜》让我更加相信 正义这件事 它可能会不那么容易实现 但是它一定是我们所有人都追求的 《江湖》不止盗光坚硬 还有景格 正义 你认识林舒莫? 认识 他是真的战死了 是 朕死在哪里 那里 事故葬于何处 Owen 这没有李斯維里的那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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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爱胡歌 爱胡歌 草明受之有愧 毛毛还是蛮可爱的 就是那种很本真的那种 这次选择了狼牙榜的OST 之前是有认真的在追狼牙榜 对不对 是 我大学的时候 那个时候他正在热播 我在朋友的推荐下 我看了当时还没有完全的出完 然后我越看 就是把他的进度追平了 而且还要把他当时出的 后边的几集的预告和花絮 全部都看完 这部剧最吸引你的地方是什么 哎呀 这个不太好讲 因为它太复杂了 这也太可爱了吧 我就觉得非常好看 非常经典 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我就觉得它是 让你让人越看越想看 虽然它很多东西不是直接给你的 是让你自己从这个剧里看出来 我觉得让观众很有参与感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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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面上看上去是几个 就是王位的候选人 争夺麒麟才子 但其实埋藏的那条岸线是以前的一个美领发生的冤案嘛 想要把那个真相公之于众 这也是主角为什么他们那么有力量 能够团结到很多同样的正义之事 然后我们一起完成这件事情 同频的人相互吸引 为的目的不是最终的王位 而是自己心中的正义 是的 就是狼牙榜想要传递给各位观众的一个达观的一个思想 天下 那是天下人的天下 若我百姓何来陈子 若我设计何来主军 狐哥饰演的梅长苏去各个地方收集 他觉得可能能够愿意站到他这边的人 然后就去找了一位侯爷叫颜雀 那个侯爷现在就已经退出了朝堂的这些斗争 然后他就找他 让他帮他办的一件事非常有难度的事情 苏兄来拜访父亲 难道是想让父亲相邦进了吗 梅长苏就说 你可愿意 你可愿意 侯爷可愿意 他就一直说一个 他就说你可愿意 先生何以提出如此要求 侯爷可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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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延去说 愿意 那块真的很动人 原来那些正义的种子 一直都在大家的心目当中 梅长苏这个形象 它其实塑造了一个 大家想象中的理想的一个世人的形象 就是世不可以不弘异 世要有自己的坚守 世要有自己的担当 然后世还有一个那种特别重要的事情 就是世不能做官 所以它这个确实是很人文 包含了很多 就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对自我修养 还有一些那种浪漫主义的那种东西的想象 《狼牙榜》这个戏吧 确实是中国历史上一个 还挺有标杆意义的一个电视剧 我觉得确实是的 因为《狼牙榜》它的内容之丰富 人物之多 会给我们很多思考问题的角度 还有给我们很多 虽然没有具体的解决办法 但是会让我们有很多新的思路去打开 我觉得启发远比办法更重要 那么我们也从《狼牙榜》当中 摘取了一段文字样本 我们来看一下 你曾有一个无话不说的好朋友 但他却因为个人原因 将你当作一颗棋子 利用了你的一片真心 并让你的内心经历了一定的痛苦 你作何感想 我写歌 把它写进去 我知道它对应的大概是哪个剧情 就是那个梅昌苏和萧景锐过生日那次 但是我觉得那里边萧景锐的 他的想法就是非常正确的 因为他说 他请梅昌苏先生来到自己的家里招待他 是因为他想要这样去做 他从来没有办法要求 你也一定要把我放在第一位 你娶了你认为重要的东西 舍弃了我 这只是你的选择而已 毕竟谁也没有责任要以我为先 以我为重 无论我如何希望 也不能强求 在我们还没有形成完整的自己的时候 都被我们某个时间段所看到的影视剧 电影电视剧或者书 这些东西帮助我们认识世界 帮助我们对待周围的环境 包括到后来如何和亲人相处和职场关系 不能说完全从影视剧里去学习 但是他会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方向 听说毛毛在赛前的热身环节不慎落败 是落败了 乾坤大罗鱼 啊 啊 这是啥呀 动火火 我太难了 快点 接着